现在完成时的第二种用法 在此之前我们只一直在说第一种用法 所以呢这是一个全新的内容 接下来在词汇板块我们会说到表达花费 无论是花时间还是花钱的各种不同表达 接下来在继续拓展呢 将会为大家拓展很多在购物的时候所用到的口语表达 好了现在我们就正式开始吧 它的意思叫做相信也叫做认为 比如说我相信你I believe you就可以了 那作为认为呢 其实它在很多时候都被人们忽视的 因为想到认为你一定会想到什么呢 对think 比如说有人写作文是这样的 I think第一段 第二段I also think我也这样认为 第三段I still think我依旧这样认为 最后一段还问考官你也这么想吗 Do you think so 盖军老师彻底被你打败了 所以呢在这个写作文过程当中最重要的是 多种词汇的丰富表达 当我们在表示认为想的时候 有很多种选择哦 请看好了 我可以使用之前所学过的一个词叫feel feel还记得吗 表示感觉也可以叫认为 还可以用这个词叫hold hold 比如说我握着这个什么东西 我就可以说I hold it 当然你握着你的观点 就是你这样认为呗 但还可以用这个词叫consider 它可以表示考虑认为这些意思 然后再加上今天的believe 因此呢下次你可以说 I think I also feel I still hold 最后一句 Do you believe so 这就是完全不同的水平 好的 接下来第二个词一块读下叫may may 它主要用于表示请求 所以呢它经常用疑问句的形式 may I 所以呢请大家记住 它经常和I搭配 比如说 may I take a cookie from you 我能不能从你那里拿个饼干呢 所以呢这个may I的这种方式 是特别客气的 当然我可以用can I 也是完全可行的 好了 下面请看这个词组叫how long how long 在这里呢它主要是用来说 这个时间有多久的 主要用来说时间的 而且呢它可以用在很多不同的时态当中 比如说请看这个句子是什么时态呢 how long have you lived in Beijing how long have you lived in Beijing 你住在北京多长时间了呢 所以这里面用到的是现在完成时 让你算一下到目前为止 你住北京有多长 所以这是一个询问这个时间的 用在现在完成时态里面的用法 接下来how long are you going to stay here how long are you going to stay here 你准备在这儿待多久啊 准备在这儿待多久 是一般将来的时态 对吧 也是说时间的 最后一个how long does this train stop here how long does this train stop here 意思是说呢 这个火车在这儿停多久 停留多久 但是它每个火车呢 在一些的这个站台上呢 可能会停靠一段时间 对吧 所以呢它们的意思就是 这个火车在这儿停靠多久时间 OK 好了接下来请跟这个单词一块读叫things things 这个单词翻译为中文叫自从 那我来看一下怎么用啊 首先它的第一点用法是 后面可以加一个时间点 加一个时间点 比如说 she has been in Beijing since 2004 比如说哇 2004年是个时间点吗 当然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当中 每一年都是非常小的点 所以2004年这个时间点 接下来我还可以在它后面加一个名词 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 she hasn't been out she hasn't been out 就是到目前为止它都没有出去 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Since the accident Since the accident 叫做自从这个交通事故以来 Accident是一个名词 表示交通事故 所以整个这个句子的意思就是 自从交通事故发生以来 它都没有出去过 这就是things这个单词 加时间点和加名词的用法 那你要记住 它表示的意思叫自从 而且呢到目前为止 大家会发现 它只用于现在完成时 它只用于现在完成时 OK好了 下面请看第五个单词叫 why why 它的意思很简单 叫为什么 但是呢 想提醒大家 到目前为止 我们已经学过了非常多的 以wh所开头的特殊一顿词 比如说what when which where who 等等 是吧 就不再容设了 对于大家来说已经非常熟悉了 也很简单了 下面这个单词叫 so so 注意哦 字母e发的是 这么大 然后呢 字母l是需要发出卷舌头音的 舌尖方的上齿根部发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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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意思呢是卖 就是买卖的那个卖 而且呢这是个动词 那既然是动词呢 大家需要知道 过去诗和过去分词 请看 过去诗叫so so 过去分词也是一样的 so 所以我们可以放在一起来读一点 叫so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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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来要说的呢是这样的形式 请看好了 sell呢是个动词叫卖 但是呢卖这件事啊 还可以变成一个名词啊 但是呢拼写就会发生巨大的改变 sale 一块准备下叫seal seal seal 好的 比如说咱们来说一个大甩卖 叫做a big sell a big sell 再比如呢就是89个的标题叫for sell for sell 意思是说这些都是准备要出售的 for sell OK 好了 下面请看这个单词 because because 第三次我们先得说出发音哈 因为在英式发音和美式发音当中呢会有一些差异 英国人呢会说的非常的完整 叫because because 会发的比较靠后 we because 但是每个人呢会说because because 这个k非常的轻 甚至于很多人在生活当中没有前面的b 只发cause cause 就是因为的意思 那接下来我要说这是一个连词 c o n j 是连词的意思 呃 那怎么个连法呢 我们现在告诉大家两种方式 首先 一种方式呢就是 because 后面需要先加一个词of 然后再加名词或者是代词 或者我反过来说 如果你要在because 后面加名词或者是代词的话 先需要加一个of 才能够再接名词代词 举个例子哈 有首歌很有名叫 because of you 就是因为你怎么着怎么着 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他说 because of you 我必须要说成 because of you 不能没有of because you 这是不可以的 必须要说 because of you 接下来我说 because of the smoke everyone wears mask because of the mask 因为雾霾 然后每个人都戴了口罩 所以大家会发现这里面说的是雾霾 the smoke 是个名词 所以呢 前面也是需要of这个单词的 因此呢 because of后面加名词代词是 because对了一连词的第一种用法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第二种用法 如果你要在笔克子后面加个句子的话 好了 那刚那个of就不需要了 直接加句子就可以了 比如说 I bought my house because it says to myself 我买了这个房子 因为它朝南 我们现在会说 作品朝南阳光充足特别好 所以呢 因为它朝南 请大家来看横线的部分 it says to myself 是不是相当于一个完整的句子 it是主语 sayst 特别是未动词 所以呢 如果在笔克子后面加句子的话 就是可以直接加的 再比如说 I said sorry because I hurt him I said sorry because I hurt him 我这个向他倒向了 因为我伤害了他 请大家来看一下 because后面的这个部分 I hurt him 是主为宾的白种简单句 所以呢 就可以直接加在because的后面 所以呢 because在一侧的 这个所有使用过程当中 大家只要知道这两点 就完全足够了 好了 下面请看这个单词 也是一个动词叫退休 一块字叫retire retire 当然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叫退休 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说 比如说像演员可以叫吸引 然后呢 对于这个运动员可以叫退役 都可以翻译 都可以用retire这个词 比如说 my grandpa has retired 我爷爷已经退休了 好了 下面请看这个单词读cost cost 它的意思叫花费 那就引出了我们今天 在词汇当中最重要的事了 大家会发现呢 当我们在说花费的时候呢 有些时候是说花了多少时间 有些时候是在说花了多少钱 对吧 那在英语当中呢 表示花费的方式特别的多 所以大家会看到 这里的三个词cost stand和take 其实都是可以表示花费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详细的来研究 这些词到底在这个句子当中 如何去使用的 好了 现在我们先来从第一个例子说起 大家看到这件T恤衫 我可以这样说 这件T恤衫花了我300块 我也可以说 我花了300块 买了这件T恤衫 对吧 但是呢 大家仔细对比一下 这两句汉语的差异是什么 对 主语不同 第一句是 这件衬衫是主语 第二句 我是主语 所以因为主语不同 所以我们需要用到不同的花费 比如说这件衬衫是主语 那就是 This shirt costs me 300 This shirt costs me 300 但是如果要说我花了300块 我是主语 那就得换一个花费 叫做 I spent 300 on this shirt I spent 300 on this shirt 所以这就得出了 我们今天要说的 有关于花费的第一个结论 我们可以根据主语 去区分不同的花费 如果主语是人的话 我们一般都会用到spand 而主语是误的时候 可以用cost 或者是take 或者是take 比如说那他俩怎么区别呢 不用着急 稍后我们还会详细的来讲 但是其他记住 这是今天的第一个结论 通过主语来区分不同的花费 好了 下面是第二个结论 就是刚刚大家所问到的 cost和take 到底怎么去区分呢 请看好了 首先他们的主语一般都是误 其次呢 就是cost 主要说的是花钱 而take 说的是花时间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 这段旅程得花两个小时 这说时间的吧 所以呢 我用take叫做 the journey takes two hours this journey takes two hours 都是可以的 那比如说这双鞋30吧 这说钱对吧 那我就得说 this pair of shoes cost me three or thirty pounds sorry thirty pounds this pair of shoes cost me thirty pounds 那在这个句子当中呢 有几个细节需要跟大家说哈 首先这双鞋叫 this pair of shoes 接下来请看 花费呢 我在后面加了s 也就意味着说 我以双一单位的 需要把它看成第三成单数 cost me 然后是 30 pounds OK 好了 这是我们今天要说花费的第二个结论 下面呢 继续来看例子 他在纽约度过了两周的时间 我们在七十三课的时候 给大家详细的讲过了 有关于简单句的组织步骤 通常是先说谁 干了什么 如何干的 在哪干的 和谁干的 对吧 那现在呢 我们可以按照这个方式 把它说出来 谁 他 干了什么呢 花了两周的时间 对吧 度过了两周的时间 叫做spent two weeks spent two weeks 在哪呢 in New York 那在这里呢 有人会觉得 两周是不是也属于时间呢 对吧 因为我们在句子当中 会有一个合适干的 那是不是需要把two weeks 放到后面去呢 不需要 这是spent这个单词 在使用过程当中最特别的 因为我们需要把时间 紧紧的放在spent 这个动词的后面 所以呢 这个出现了今天 在花费这个主题当中的第三个结论 spent后面一定是要先加时间 再加地点的 因为这和正常的句子不一样 大家看一下正常的句子是怎么着的 先说在哪 也就是先说地点的 然后再说时间的 对不对 但是这个是不一样的 有了spent 马上要加的是时间 然后再加地点 我们来举个例子 他在北京度过的二十年的时光 那就是 he spent 马上说二十年 twenty years in Beijing he spent twenty years in Beijing 好了 第三个结论搞定了 下面请看这个句子 他和他的女朋友一起度假 我可以说 我可以按照这个结构来说 他 he 干了什么呢 度假 叫spent his holiday spent his holiday 然后呢 在哪呢 没说 那就不用了 sorry 在哪没说 那和时呢 好像也没说 那有人说 那还有和他的女朋友呢 所以呢 和谁一起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它加在后面 叫with his girlfriend 所以这句话就搞定了 叫做he spent his holiday with his girlfriend 因此呢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句子 得出第四个结论 spent 一定要买上加时间 但是接下来呢 可以加上和谁一起 那就是用with来表达 with somebody 举个例子 我说他和男朋友一起度过 了周末 那就是 she spent her weekend with her boyfriend she spent her weekend with her boyfriend 这就可以了 所以大家会发现 her weekend 说的就是时间 然后把with somebody 放到后面 好了 这是有关于 花费当中的第四个结论了 当然 第三和第四个结论 都是有关于spent 这个词的具体用法的 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说这个句子 他把所有的钱 都花在买化妆品上了 你见过这样的人呢 我真是见过 他每月不吃不喝 就是买化妆品 觉得自己美了 就 衣食无忧了 来了 谁干了什么 如何干了 在哪干的 他干了什么呢 买化妆品 就是或者花钱 有人说 我真是觉得 买化妆品是一件事 花钱是一件事 好像都是干 那我用哪个呢 大家看到 这里呢 我们把花所有的钱 认为是这个句子当中 最重要的事情 所以叫spent all her money 接下来呢 在哪儿何时 好像都没有说到 但是呢 我们需要加一个 把钱花在什么东西上面 所以叫做all cosmetics cosmetics就是化妆品的意思 所以呢 我们很快就可以总结出这个结论了 spent 接下来加上钱 一个额度 然后呢 再加一个借词短语叫on something 或者是somebody 就可以表示 你把这些钱花在了这些东西上 或者是花在了这些人上面 所以呢 这个借词on是特别关键的 于是 这就是我们的第五个结论了 那我们接下来用这个结论来说个句子 他把他所有的钱都用来买书了 你见过这样的人吗 我也见过 真的 啥啥都不干 有书 衣食无忧了 来吧 他把所有的钱都用来买书了 he spent all his money on books he spent all his money on books 这就可以了 ok 好了 这是第五个结论 有了这五个结论呢 我们就可以搞定很多很多的题了 请看第一个 digital cameras are popular but sounds do blah blah too much 这叫的意思去说呀 这个电子 电子铲电子相机 就是那个 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数码相机啊 现在非常流行 但是有一些呢 还是挺贵的 那请问大家 主语是人还是物 是物 所以我们马上就把B stance拍出了 对吧 那么到底是选 哪个cost还是take呢 那你想这里面说的是 钱还是时间呢 肯定是说钱的吧 因为说数码相机很流行 但是还是挺贵的 所以呢 它跟B takes也没有关系了 所以呢 答案就在A或者是C当中了 那在这里面所说的是 嗯 有一些数码相机还是很贵的 就是还是得花很多钱的 所以我们就用cost 因为pay的意思叫支付 我给你支付 我就叫pay ok 好的 接下来第二个 Michael often spends his weekends his grandparents Grandparents就是爷爷奶奶 或者是姥姥姥爷都可以 Michael呢 经常和他的爷爷奶奶 一起读周末 请问大家和某人一起 交手办一招 嗯 对的 叫spend some time with 简单 接下来是最后一个 不是最后一个 这一页的最后一个 it probably you 15 minutes to go there by bus 得花你15分钟的时间去那儿 请问大家 这说的是不是花时间 一旦花时间 其实你可以毫不思索的 take 对吧 it takes you 15 minutes to go there by bus 比如说老师 这里面怎么是it做主语 好奇怪啊 其实在这里it 它不是一个真正的 有意义的主语 它是一个形式上的主语 它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说 坐这个去那儿 需要坐公交车15分钟的时间 OK 好了 第四道题 she spent all her money on clothing 他把所有的钱都用完买衣服了 你见过这样的人吗 我见过 来的 用什么 主语是she 所以呢 很容易就选出来的呗 spend she spent all her money on clothing 好了 接下来是第五个 we brought a pleasant hour with our friends 意思是我们和朋友们 度过非常开心的一个小时 那请问大家 主语是we 选啥呀 spend 没有了 所以你会发现前面的结论 太牛了 太有用了 好了 下面是最后一道题了 your MP3 is so nice 你这MP3真棒 how much is it 多少钱啊 他说五百块 好 希望大家选哪个 看起来特别的简单 但实际上这道题一点都不简单 cost是花费 主语是人 说的是花钱 好像可以选 第二个pay是支付的意思 c不认识 b呢是take 但主要说的是花钱 所以d应该不可能 那就是abc当中 但当地选哪个呢 我先告诉你答案是c worth 不认识的这个 有人为什么呢 好了 于是呢 我们马上就来说这个单词了 一块读叫worth worth 这也是今天我们在生死短语当中所看到的一个词 它在印象中的叫值对钱 因为它的词性 在大多数的情况下都是借词 大多数的情况下 因为它又 其实有不同的词性 但是在使用的时候 大部分都是借词 所以呢 它之前是必须要有一个词叫b的 它之前一定得有一个词叫b 那比如我举个例子 这家房子现在值三百万 我可以说 所以这里面的is worth 就是必须的 一定要有的 没有is is 这个句子就没有动词了 所以呢 由于这个结论 大家很快就可以找到刚刚的理由 你为什么要选择worth呢 因为它是个借词啊 你看前面是is 也就是说 它已经有了ps 有了is 那就意味着说 你不能再选动词了 对吧 所以只能选c 好的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worth 这车值多少钱啊 我可以说 how much is your car worth how much is your car worth 就把is提到前面 把它变成这个一顿句形式 然后在课语当中 我们还经常说 救助这个钱 it's worth the money it's worth the money 所以呢 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词worth 值多少钱记下来 它在使用的时候 前面必须要有个词叫b ok 好的 那接下来我们再回顾一下 刚刚我们所说的花费 只要是spend cost sake 其实还有个词叫worth 这已经囊括了 我们在生活当中 最常用的有关于花费 不论是时间还是钱的 所有用法 好了 现在来总结一下 第一个结论是 注意事人的时候 毫不犹豫 选spend 注意事物的时候 cost或者是take 它俩怎么区分呢 很简单 说钱的时候一般是cost 说时间take 接下来第三个结论呢 是spend some time 加币点 它跟正常的句子是不一样的 接下来spend some time 加with somebody 表示和某人一起度过一段时间 第五个结论是spend 然后加钱 然后下个借词等语是 on something or somebody 这个借词很重要 接下来第六个结论就是 be加worth 好的 以上就是所有的花费了 好了 接下来我们最后要把 有关于这几个动词的变化形式 说一下 cost 过去是过去分词 跟原型一模一样 读做cost cost 然后take呢 过去就叫took 过去分词叫taken take took taken take took taken spend呢 要把d变为t 叫spend sp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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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了 接下来我们把最后两个词说了 这个单词pound 叫英镑 当然它也可以是重量单位镑 而且呢 作为英镑是可以变复数的 比如说两英镑叫tupend 接下来还有辨识 也就相当于我们的一分钱 那个单位 它叫penny penny 但是呢 你需要知道它的复数形式叫pens 而不是penny's 不能在后面变y为i 没有那样的形式 是一个课书的变化形式叫pens pens OK 好了 以上呢 就是89课的所有单词了 因为这里面专门提到的 有关于花费这个主题 所以呢 今天在词汇方面 请大家务必注意 有关于花费的表达 OK 这就是单词部分的全部内容了 进去之后去聊了聊 这个房子 卖多少钱 以及主人为什么要卖 他在这住了多长时间 等等的问题 而主人呢 叫做ian 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有个性的男子 因为在稍后的91课 93课 这些课文当中 大家会陆陆续续的认识 nigel和ian这两个人的 好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在这里 把课文当中的八个主要的句子 单独拿出来 为大家来详细的讲解 首先呢 nigel说了 他说 i believe that this house is for sale i believe that this house is for sale 你会发现呢 这句话的意思 字面理解 很简单 出了一个词 i believe 是我相信 然后我觉得 我认为都可以翻译 this house is for sale 是这个房子要卖的 就是 我觉得这个房子要卖的 然后再走进去了 但问题是 这里面有一个词that 到底是什么意思 是那吗 那个吗 好像很多余放在这里 对吧 所以呢 这是我们需要非常非常 有意识的去关注的一点 因为马上在99个当中 我们要正式讲到 并语从句 学到并语从句的时候 你就知道 原来这个句子当中的 that 它没有意思 它只是为了引导出 后面这个部分 this house is for sale 而且它是可以省略的 那在心理音色当中呢 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 它要在正式开始讲 这个语法之前的几个当中呢 会陆陆续续的 让你不断的见到 这样的句子 或者这样的表达 让你不断的先熟悉 然后再从理论的角度去剖析 所以呢 这句话是一个并语从句 其中的dots 只是一个引导词 没有真实的意思 是可以省略的 好 接下来来说一下这个词组 叫for sale for sale 是为了卖的 所以呢 也可以翻译为出售 for sale 当然 大家会发现呢 很多的产品 但会有一些样品 对吧 样品呢 不是为了出售的 所以呢 在样品上经常会写上 不能出售 叫做not for sale not for sale OK 好了 接下来呢 请大家来看一下 看房子的人 他叫做Nigel 他说 May I have a look at it please May I have a look at it please 我能看一眼吗 我能瞧一瞧吗 那这里面呢 may I 是非常非常客气的一种方式 接下来呢 叫look at 这个短语呢 我们应该是很熟悉了 但今天呢 看一看 用到的是have a look have a look 但是呢 如果你要在这个词组 后面加上冰语 也是要加上借词at的 所以叫have a look at it have a look at 最后这个it呢 所指代的就是房子 所以呢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请问我可以看一眼这个房子吗 就是这个意思了 OK 然后接下来当然 为了客气啊 你可以使用may I 也可以使用can I 等等 这样的方式都是可以的 OK 好了 接下来请看第三句 他说 I've left here for twenty years Nigel问这个主人 Ian 你在这儿住了多长时间了呀 他说了一句话叫做 I've left here for twenty years 我在这儿已经住了二十年 那大家来仔细看哈 这里的Ive就相当于I have 也就是说have在很多时候 都可以被缩写为一片 再加上ve的叫Ive Ive Ive lived here for twenty years 接下来大家知道for这个词 是不是可以表示长达 专门用在现在完成时 表示持续的这个用法当中 那么大家想一下这句话是 表示完成还是持续呢 Ian这个房子还没有卖 所以呢 在没有卖的时候 他可能要继续的住在这里 所以这句话其实就是 现在完成时 第二个用法表示持续 我在这儿住了二十年 如果房子没有卖掉的话 我有可能要继续在这儿住下去 Ive left here for twenty years 好了 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说 请找到这句话 他说 我自从1976年住在这里了 I have been here since 1976 I have been here since 1976 其实这句话和上面的句话 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异 只不过一个是用for来表达的 而另外一个呢 是用since来表达的 那我们知道since呢 一般来说会加一个时间点 表示自从 自从1976年以来 就叫做since 1976 那其实呢 为什么要用这两种方式去表达呢 其实主要是出于 让大家更加能够深切的体会 for和since这两个单词 在真实的语境当中的使用 另外呢就是大家再仔细瞧一瞧 除了for和since之外 第一个句子用到的是lived这个动词 而下面这个句子呢 用的是been 也就是这个表示状态的词 I have been here 其实意思都是一样的 我住在这里 长达20年了 我住在这里 自从1976年以来 OK 只不过为了表达语言的丰富性 所以他使用的是不同的动词类别 OK 好了 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看 看了一会儿 然后问了半天 最后最关键的问题来了 这房多少钱啊 所以大家看这句话 询问价格的方式 how much does this house cost how much does this house cost 在这里呢 大家先来找到一个词叫cost cost 这是我们在生死的语当中 非常非常大张旗鼓 研究过的一个词 对吧 它表达的意思叫花费 尤其指的是 表示花钱这个意思 对吧 那因为它是一个动词 实义动词 所以呢 在提问的时候 一定要借助于do系列的词 可以是do或者是does 或者是did 所以大家会发现这里面会有 does这个单词 how much does the house cost 这个房子得花多少钱啊 或者这个房子多少钱呢 那大家来想一下 其实询问价格的方式 特别特别的多 而表示花费的时候 我们当时也说了很多次 cost是一个 还有词叫stand 还有worth 对吧 只不过在这里呢 spand主要是 以人为主语的时候去使用的 worth呢 它不是个动词 是一个借词 就是更多的时候 以借词的身份来出现的 其实它是有动词身份的 只不过更多的时候 它是个借词 好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想一下哈 询问这个房子多少钱 我还可以怎么说呢 请看 如果我用spand 那就得把主语换一下了 对吧 所以呢 用spand就得这么说 叫做how much do you spend on this house how much do you spend on this house 在这个房子上 你得花多少钱 那我们知道spand 在这个用法结构当中呢 会有一个叫做spand加钱 然后再加on something 或somebody 表示的意思就是 在这个东西上 或这个人的身上 花多少钱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说how much do you spend on this house OK 接下来如果我使用是这个单词cost 我还可以说how much does the house cost how much does the house cost 那书上是how much does this house cost 没有什么区别 the和this在这里都是这的意思 接下来如果我使用worth的话 请看 由于worth它不是一个动词 不是十亿动词 所以呢 我们就不需要用do系列的词了 所以do does did这些都是不可以用的 用b动词就可以了 因此大家看到这个句子叫how much is the house worth how much is the house worth 也就是说worth这个单词 在使用的时候前面一定要有b 因此我们当时说过叫be worth 这个搭配 对吗 当然还有更简单的 直接说how much is the house how much is the house 当然更简单的是how much 就完了 就两个词就搞定了 OK 所以呢 询问价钱方式真的特别的多 就要看你使用到的动词 到底是哪一个 才能够决定于你用什么去提问了等等 所以呢 到现在为止以上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些 大家应该非常非常的熟悉和理解 如果你觉得理解起来还有困难 说明47克开始的一般现代词 你就没有学明白 所以如果现在不明白 赶紧再回去补一下47克和49克的一般现代词 好的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房租的钱 大家来看一下 各十百千万就是六万八千五百 对不对 佣叔老师 他为什么在八后面画一篇 好奇怪啊 因为大家知道在咱们的中文的习惯当中 我们可能会在六后面画一下 对不对 他是在八后面画一下 就是各十百完了之后就画一格 为什么要用这样的分割符呢 其实为了更方便的去读 那大家来想象到目前为止 我们在知识拓展板块已经为大家拓展了很多有关于数字的事 也就是说数词对于大家来说目前为止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所以现在我们再来把这些关键的词复习一下 首先是百叫hundred hundred 接下来是千 thousand thousand 然后是万 大家记得吗 万在英语当中是没有的 所以我们需要用千来表达 所以十千就等于一万 叫做ten thousand ten thousand 接下来十万大家想想就是一百个千了 one hundred thousand one hundred thousand 如果大老保百万还没有 那就崩溃了 所以呢 百万会有一个词来表达叫million million 好了 那在表示一些大的数字的时候呢 这些词是必不可少的 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 六万八千五百怎么说呢 非常的简单 首先呢 刚刚那个格字符就能够告诉你 到了格字符之前的部分呢 就属于thousand 千的部分 因此呢 大家在这里发现有一个68 对不对 所以呢 你就可以把它读为六十八千 那六十八叫做68 加上千 那就是68,000 68,000 然后是五百 five hundred five hundred 这就可以了 我们一块再说一遍哈 叫做68,000 five hundred 再加一个pound 就是英镑这个单位哈 因为大家会看到 这个六万八千五百之前 会有一个那个英镑的符号 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个英镑读出来 叫做pounds pounds ok 好了 那有关于这些大的数字的读法 大家只要知道三位 三位隔开一个 然后用这种方式去读是非常非常快的 ok 好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呃 68,500 然后呢 啊 这个啊 nigel说 太贵了 太贵了 然后这卖房子的人可不觉得贵 他说了一句话叫做 it's worth every penny of it it's worth every penny of it 这句话的字面意思 大家来看一下 worth是值得 值 对不对 那every penny就是每一分钱 因为penny 相当于便时 也就是相当于我们的分这个单位 every penny就是每一分钱 of it 这个it 所指的就是刚刚的68,500磅 也就是说 68,500磅当中的每一分钱 你都是很值得花的 所以说 这句话就相当于我们中文当中的 一文价钱 一文货呀 你刚刚花的这些钱 或者你花的这些钱 一分钱都没有白花 好了 那我们一块再来读一下这句话叫做 it's worth every penny of it it's worth every penny of it 那在这里呢 因为我们用到的是英镑 以及便时 这里的penny 你还可以变为每分那个单词叫cent cent 也可以变为人民币的分 就叫分 因此呢 这句话可以说 it's worth every cent of it 或者是 it's worth every fin of it 都是可以的 OK 好的 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 这篇课文当中 最最最最经典的一句话了 因为这个买房子的人 nigel 看了半天呢 说 我决定不了 我得回去跟我媳妇商量一下 然后呢 Ian说了一句超级超级经典的话 嗯 没错 女人 才有最后的拍板权利呀 用的就是这句话叫 women always have the last word women always have the last word 这句话的字面意思真的是非常的简单 我们来看 women 是女士的附属形式 就所有女的都是这样的 always表示的是一种 通常情况的状况 所以它属于一般现在时的形式 have the last word 就是有最后一个单词 有最后一个单词 就是有最后的发言权 对吗 所以呢 这个字面意思就是 女人总是有最后的发言权 所以女人总是最后说了算呗 好的 那这句话字面意思真的是非常简单 但是它所表达出来的含义 真的是超级超级地道的 所以呢 大家需要把这句话记下来的 那记下来的关键 其实是最后一个短语 叫做have the last word have the last word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把这个短语 用在这个句子当中来使一下哈 最后拍板或者是说了算 怎么用呢 请看这句话 如果我要说 我们家我妈说了算 那就是我妈有最后拍板的权利 我妈有最后一个词 对吗 那就是 my mom has the last word in my family my mom has the last word in my family 这就可以了 好了 接下来我再说 现在我说了算 我说了算就是我有最后的发言权 I have the last word now I have the last word now 这就可以了 OK 好的 那在整篇课文当中呢 以上八个小点是特别特别需要大家专门去研究的 那除此之外的一些点呢 对于大家来说应该是比较简单的 但是呢 请大家看完课文之后 一定记得多次熟读课文 就是一定多更读几遍 因为在读的过程当中 可以让你对很多很多非常地道的表达会更为熟悉 这样呢 会帮助你在稍后的看着汉语说英文 或者看着汉语写英文的时候 起到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基础作用 那83课开始之后呢 我们一直在说的是 现在完成时的第一个用法 大家还记得吗 如果我们用比较通俗的说法 去表达现在完成时的用法的话 应该是这几个字 叫做到现在为止已经完成 然后呢 如果再浓缩一下 我们把它叫做过去发生 影响现在 对吧 这是现在完成时 在这么长时间以来 我们一直在说的 在重复的用法 那今天呢 在89课当中 我们要说到的是 现在完成时的第二种用法 和第一种 非常非常有差异 完全不同 我们来看一下 用简单的字来表述的话 叫做表示持续 括号 就是没有完成 未完成的意思 也就是说呢 到现在为止 这件事情呢 持续了这么长时间 但是呢 还有可能继续下去 也就是说 这件事情是没有最终完成的 所以呢 因为它是未完成 所以很多人就会认为 现在完成时 不就是表示 现在为止完成了的吗 怎么又未完成呢 因此呢 在和它的名字的理解上 会有一点点 一点点的矛盾 所以很多人在理解 第二种用法的时候 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吃力 或者说很难理解 那接下来 我们来举两个例子 为大家来 阐述 在真实的语境当中 完成和未完成 到底指的是什么 大家先来看这个句子 叫 I have finished book one book one就指的是一册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我学完了一册 我已经学完了一册 那就是说 到目前为止 我完成了第一册的学习 所以呢 相当于这句话呢 是用来表达 现在完成时 第一个用法的 对吧 因为它表示的就是 到现在为止完成的意思 对吧 那接下来请看第二句话 叫做 She has lived in Beijing for 10 years She has lived in Beijing for 10 years 她呢 到目前为止 在北京住了10年 那大家来仔细听 这句话的意思哈 到现在为止 她在北京住了10年 那请问大家 她现在要离开北京了吗 不一定的 她是有可能持续的在北京 继续居住下去的 对吗 所以说 我从现在往前看 这个时间 她确实是住了10年 但是呢 在接下去的时间里 她有可能继续在北京居住 所以说 居住在北京这件事情 是没有完成的 所以呢 我们把它叫做 持续未完成这个意思 那么其实呢 大家再仔细想想 虽然她表示持续 或者未完成 但是事实上 这10年一定是从现在 往过去的这段时间 推 然后最终算出来的时间 对不对 也就是说 到目前为止 她在这里住了10年 在过去的10年当中 她是住在这里的 也就是说呢 这10年居住在北京的事呢 确实是完成了的 只不过在接下来的时光里 她有可能继续在北京居住下去 好了 所以呢 其实虽然感觉是持续未完成 但是呢 字面上所给到大家的时间 一定是做完的 只不过呢 这个动作还有可能要继续下去 因此叫做未完成 也叫做持续 OK 那么从用法上 我们先做这样的了解和理解 接下来呢 我们要从时间状语的角度 再次做一些对比 大家会发现呢 其实 从时间状语的角度来说 我们在之前学过的 无非就是 到目前为止 或者是已经 或者什么什么过 什么什么了 这些 对吧 那接下来稍后我们就要讲到 今天这个新用法当中 这个和时间状语相关联的 一些其他的表达 那现在呢 先请大家来 看两张图 这两张图呢 能够更加深刻的 生动的表明 现在完成时的两个用法 那先来看啊 这个时间轴上呢 有过去的一个时间点 也有现在的一个时间点 当我站在现在这个时间里 说到目前为止 到现在为止 这件事已经做完了 这就是现在完成时的 第一个用法 表达到目前为止完成的意思 也可以叫做过去发生 影响现在 也就是说这件事呢 到目前为止是做完的 那它一定是在过去的 某一个点里面做的 所以我们就假设在过去 这个圆圈上去做的这件事 这就叫过去发生 影响现在的意思呢 就是啊 比如说我已经学完一册了 那我就再不用学了呀 我意味着可以继续学二册了呀 对吧 OK 那接下来呢 大家再来看这张图 这张图呢 仍然是现在 然后加上过去的这个点 我们从过去的某一个时间 然后呢 一直到现在 那你会发现呢 呃 在这段时间里 这个人确实是做了这件事情的 但是啊 他还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到现在为止 这个时间呢 或者说这个事情呢 他有可能要继续下去 这个事情呢 不是说到这儿就戈然而止 戈然而止 不是说到现在为止就戈然而止 而是需要继续下去 呃 所以这就是现在完成时的第二种用法 呃 希望大家呢 都可以在自己的笔记上 自己把刚刚那张表示完成的图和这张表示未完成 或者要持续的图都画一画 因为画出来这张图可以让大家更加更加深刻的去理解完成和未完成的含义 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过渡到刚刚所说到的时间状语了啊 我们说到的刚刚啊 已经啊 或者之前从来没有 或者在任何时候 或者勒呀 过呀 这些词全都是在表示完成的时候用到的 那我们接下来复习一下 第一个词一块读叫 just just 接下来叫 already already 还有之前 以前叫before before 还有从来没有 叫never never 在任何时候叫ever ever 还有yet yet 它可以表示到目前为止 也可以表示什么什么了 什么过 都是可以的 那接下来呢 就是今天所要说的 表示持续这个用法当中 我们经常会用到 这样两个词 请大家特别认真的看一下 第一个词叫 since since 第二个词叫for for 那我们分别来看一下 首先 since 它能翻译成的中文意思叫做 自从 或者自从什么什么时候以来 那它的后面呢 经常会加上一个时间点 从而表示 从这个时间点 以来 这个意思 而这个单词for呢 它通常所加的是一个 段的时间 表达的意思呢 叫做长达 就是长达这么久的时间 所以因为它是一个长达 所以经常是一个段时间 那我们来举些短语的例子 比如我说 自从2014年以来 自从2014年以来 有人会觉得说 2014年那么长 难道它是个时间点吗 是的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当中 每一个年份 它都是一个点 所以这里的2014年 属于一个点的时间 因此呢 自从2014年以来 就叫做 since 2014 since 2014 所以说 在未来使用since的时候 大家就记住 大部分的时候 它经常加时间点 当然 还有一些情况下 会加一个名词 比如说 自从那个交通事故以来 那我可以说 since the accident since the accident 这是可以的 但是大部分的情况 都是会加一个时间点 接下来 比如说 使用for的时候呢 因为都是表示长达 所以如果我想表达 长达五年 那就是 for five years 就是长达五年的意思 那五年 一定是一个段时间 对吧 好的 那从时间状语的角度来说 今天在表示 持续的这个用法当中 你会发现 现在完成时 经常会有 since和for 这两个时间状语 好了 那其实从用法的角度 和时间状语的角度 大家如果能够理解到 这个深度 其实已经完全足够 支持我们在生活当中 去使用它了 现在呢 请大家来看这个句子 自从2014年 它就住在这里了 那大家想一下哈 在过去的2014年 到今天为止 这段时间里 它一直是住在这里的 对吧 但是呢 它有可能要 持续的在这里住下去 所以这句话呢 要表示现在完成时的 第二个用法 持续 但是呢 尽管是表示持续的 它那个结构 和第二个是一模一样的 仍然是逐语啊 加上high pass 加down这种结构 那接下来 大家来看一下哈 我们用he 然后加上has 加动词的过去分词 叫lived he has lived here 然后呢 再加上自从2010年 那就是since 2010 since 2010 这就可以了 好的 我们一起再读一遍 he has lived here since 2010 好的 再来一个句子 它学英语 已经长达十年之久了 每当我们回头去看 去算 我们学英语到底持续多长时间的时候 发现啊 好多人都真的是好多年了 从小学高年级 或者是初一初二开始学到今天 一直在学英语 啊 咱们也有过七八年十年 甚至有人会说 我都已经20年了 但为什么还要继续学呢 或者说 如果你看到这个课程 就意味着你还在学 那就意味着说 我们要持续的学下去 也就是说 这句话呢 也要表达现代完成时的第二个用法 就是表达持续 在过去的十年里 我确实都在学 但是呢 到现在为止 还得继续下去 那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句子 叫 She has studied English for 10 years She has studied English for 10 years 好了 现在我们认真的来聊一聊 为什么学了十年 甚至十多年 还要继续学呢 很简单 就是没有学明白 或者没有学懂 有人说 有这么难吗 学她十年都学不明白 其实啊 虽然好像感觉 我们这十年来都是在学 但是大家仔细回顾一下 这十年当中 你是不是做到每天都坚持学习了 回顾一下 好像没有 有很多人经常是 五年前学过 然后今天又重新捡起来 再次开始 你会发现 五年前本来你已经学到 新更年一色的第120课了 但是呢 后来因为某种原因放弃了 所以今天你又从第一课开始学了 这就意味着说 五年前你曾经花的那些时间和精力 都白费了 所以说 学英语呢 最最最最最核心的 如果要说有诀窍的话 就两个字 叫坚持 说起来非常的简单 但是能够做到这两个字的人很少 所以直到今天 仍然有很多人要继续持续 不断的要去学英语 所以呢 其实啊 作为一门语言来说 你要把它学明白 很简单 就是你能够坚持每天去使用它 大家想一下 为什么汉语 即便你很长时间不用 你也不会忘记 你肯定能够流利的表达 是因为你每天都会用到啊 在你的生活当中 你已经把这门语言 作为你生命当中 甚至血液当中 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 你在不知不觉当中 就使用了它 所以你永远都不会把它忘记 但是英语呢 很多人都会把它作为 知识 储备 去学习的 而没有把它作为一种工具去使用 所以呢 隔一段时间你就会忘记 忘记又重新来 重新来的这段时间里 就等于之前 你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 全部都浪费了 所以呢 想告诉大家一句话 既然选择了开始 就不要放弃 因为放弃意味着更大的损失 好的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一句话 他们在一起已经两年了 他们在一起已经两年了 也就是说 从现在 然后往前数的这段时间里 这两年的时间里 他们一直在一起 那接下来 他有可能继续在一起呗 所以呢 也是用现在完整时的第二种用法 表示持续 那就是 they have been together for two years 有人说 怎么会有一个词叫been呢 大家想想 这句话当中呢 是没有一个实义动词的 对吧 会有一个在一起这样的状态 所以呢 我们需要人类的加上一个动词叫been 然后再加上together 叫做they have been together for two years 这样就可以了 OK 好的 那以上三个句子 大家如果都能够理解 表示持续的话 那其实说明 你已经把现在完整时的第二个用法 深刻的掌握和理解了 好了 接下来呢 我们来说一说 在表示时间的时候的一种多样性的表达方式 比如说有人问 how long have you been married how long have you been married 大家知道married 这个单词的意思叫结婚 就是结婚的状态 你结婚多久了 就可以用这个句子来表达 那有人想说 嗯 一个月了 一个月了 可以说长达一个月 对吗 所以说中文里面虽然只说了一个月 但是在英语当中是一定要加上这个词for的 如果没有for 这个句子是不对的 你不可以单独说amoth amoth这种表达是不对的 因为 虽然长达没有翻译出来 但是因为amoth是一个名词 在它之前是一定要有一个介词的 所以必须说for a month 好 有人说老师 那除了for加上amoth这种结构之外 还有没有别的方式去表达呢 还有 也就是说 今天这个for呢 我是可以把它替换为things的 那大家现在想一下 如果我想用things去表达同样一个道理 就是 这个自从上个月以来 那是不是就是结婚一个月了 自从上个月以来我就结婚了 那是不是就是一个月前我结婚了 或者结婚的状态持续一个月 那大家想一下 用things去表达的话 应该是对的 叫做since a month ago since a month ago a month ago就是一个月以前 所以自从一个月以前以来 那就是一个月这个时间了 对吗 所以呢 有关于for和since 在很多时候是可以做这样的转化的 大家今天需要把for a month 和since a month ago 计为一个完全等同意思的表达 OK 好的 那今天在学现代为零食的第二个用法过程当中 大家需要非常非常深刻的去记忆since和for这两个词 因为它们相当于现在完成时第二个用法当中最重要的标志词 好了 语法就讲到这了 图片看起来是一些非常朴素的对话 但是实际上仍然在告诉大家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现在完成时和一般过去式的具体语境下的使用 那接下来大家来想下 我们在对比这两个实态的时候 是不是说过 它们在语用功能上 各自会有非常突出的用法吗 现在完成时是为了干嘛来说 嗯 为了引起话题 而一般过去式呢 是为了具体谈论 所以大家会发现呢 稍后在你看到左边这些图片的时候 脑子里面就一定在想这八个字 引起话题和具体谈论 那引起话题呢 通常会用到这个句型叫 Have you ever blah blah 你曾经怎么着过吗 或者Have you blah blah yet 你怎么着了吗 等等这样的意思 然后呢具体谈论一定是 什么时候啊 哪啊 怎么着啊 比如说When did you Where did you How did you 等等这样的表达 对吧 好了 那接下来咱们就来详细的看 第一个图片 它说Have you read this book yet 注意哦 这里的read 原型读作read 但是这儿是现代完成时 所以需要读为read Have you read this book yet 意思是说你读过这本书吗 请问大家 两个人聊天 一个人说你读过这本书吗 是不是就是引起话题的意思 好 所以这个现代完成时 就是为了引起话题 那请看答语 Yes I have 说明这个话题引起来了 那我们俩就可以继续聊了 我读完了 那接下来他就问 你什么时候读的呢 叫做When did you read it 注意哦 这里的read就得是原型 所以读作read 而不是read 叫做When did you read it 你什么时候读的呢 然后他说 I read it last year I read it last year 我是去年读的 那请看 你什么时候读的 我去年读的 是不是就是一般过去试 在具体谈论呢 那再接下来呢 我还可以继续问啊 你在哪读的呀 Where did you read it Where did you read it 我可以说我在家读的呀 I read it at home I read it at home 所以呢 其实在具体谈论的时候呢 你可以问时间 可以问地点 等等的这种方式全部可以问 但是他们都属于具体谈论 都是一般过去式 OK 好了 接下来请看第二幅图片 它说 Have you done your housework yet Have you done your homework yet 你没有做完你的家庭作业 如果是housework的话 就是家务活啊 那homework就是家庭作业 你有没有把家庭作业做完呢 这是一个引起话题 然后再说 Yes I have 做好了 那这样你就会发现 这是一个引起话题的一个问题 接下来请看 具体谈论的 When did you do it 那你什么时候干了呀 When did you do it 然后再说 I did it half an hour ago I did it half an hour ago 我是这个半小时以前 做完的 或者做的 这就是具体谈论了 那我还可以继续问呀 你在哪干的呀 哪做的呀 它叫做Where did you do it Where did you do it I did it at home I did it at home 我在家完成的 我在家做的 这都是可以的 Right OK 好了 接下来 Has he gone yet 他走了没有啊 这也是引起话题的 Yes he has 他走了 那我可以继续问了 比如说When did he go 他什么时候走的呢 他说He went an hour ago 他这个一小时以前走的 我还可以说 他怎么走的呀 How did he go How did he go 你可以说He went by car 他是开车走的 等等都是可以的 OK 好了 最后一个图片 Has she spoken to him yet Has she spoken to him yet 就是这个女的 有没有跟那男的说话呀 有没有跟男的说过话 他说Yes she has 说过呀 接下来这个话题就引起来了 下面就要具体谈论了 When did she speak to him 什么时候说的呀 When did she speak to him 然后他说 She spoke to him yesterday She spoke to him yesterday 他是昨天说的 所以这就是一些具体谈论了 我还可以说怎么说的 How did she speak to him How did she speak to him 我可以说 She spoke to him pleasantly She spoke to him pleasantly 就是他非常开心愉快地跟他说话的 所以呢 在整个这丝幅图片当中 大家会发现 要说明的就是有关于引起话题和具体谈论的事 要举很多很多真实的场景 让大家对于他们的语用功能 有更加深刻的理解和判断 拓展有关于shopping这个主题 在购物的过程当中呢 大家有可能会用到一些新的词 或者说是一些非常实用的表达 现在呢 就为大家开始补充 首先呢 在购物这个主题下 你必备的一些词汇 先来说一说 去购物 这个动词词组叫go shopping go shopping 接下来逛街 能说逛街和购物不一样吗 有些时候呢 购物有非常明确的目标 甚至于很多人会写上清单 我要买什么买什么 这叫做go shopping 但是如果是逛街的话 其实只是为了逛不是为了买 对吧 逛街的意义在于去看 在于放松心情 不在于去买东西 所以逛街有些时候就相当于说 我就是看看橱窗里有什么 叫做window shopping window shopping window shopping 只看不买的那种 接下来是网购 这也是现在大家非常流行的一种 go go 购物方式 叫做online shopping online shopping online shopping ok 再接下来呢 是我们可能去的地方叫商场 a department store a department store 就是这种百货商场 什么什么都卖的这种 就叫a department store 当然还有一些叫购物中心 它会把这个名字改为mall 就是这个shopping mall 就是购物中心啊 等等的这种大型的商场 其实有些时候跟这个department store差不多啊 都是逛街的地方 好 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这个看上之后有可能会了解有没有打折啊等等了对不对 打折这个单词叫做discount discount 这里面的ou呢会发l 然后呢还有一个鼻音 nl discount discount 就是打折的意思了 接下来就是支付的时候呢 可能会有现金啊或者是刷卡 如果是刷卡叫做use my card use my card 比如说老师刷在哪呢 其实这个刷如果你要真的用这个词 其实它是一种动作 而且刷卡只不过在这里表达一种我支付的方式 对不对那我就可以使用这个词叫use 它本来的意思就是使用我能不能用我的卡呀 那就是我能不能通过刷卡来买单 所以就可以叫use my card use my card 如果你有现金也可以用现金支付 现金叫cash c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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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好了 那必备词汇呢是以上有一些 接下来要说的是在真正的购物过程当中 大家有可能会用到的句子哈 首先在一些商场服务员是非常热情的 看到有人过来就立刻跑上去说 can I help you can I help you 如果我们在国外看到热情的服务员跑上来之后 说了这样一句话 很多人说n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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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走了 其实不是因为它无礼 也不是因为它没有可买的 它有很多要买的 只是因为它不知道该如何表达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不要着急不要慌 你可以告诉他我要买什么 比如说你想买一件T恤衫 你就可以说I want a t-shirt please I want a t-shirt please 所以I want a blah blah please 就是一种很好的回应方式 当然 你要觉得这个都长 那更简单 你可以说a blah blah please 比如说a t-shirt please 来请给我介绍一下T恤衫 那就是a t-shirt please 就可以了 所以下次听到这句非常客气的 can I help you 不用紧张 不要慌张 就用这两种当中的任何一句都可以来表达 给好了 那接下来呢 可能你被引导到他的这个柜台 然后就开始去看了 看中之后呢 可能想问他我能不能试一下呀 所以呢 我们可以用这个句型叫 May I have a try May I have a try May I 是今天的这个89课当中非常重要的句型 是非常客气和礼貌的 我可以吗 或者我试一下行吗 这样的意思 然后have a try 就是试一试 May I have a try 然后他一般都会跟你说 sure没有问题呀什么的 当然你要是觉得 May I 想不起来了 你还可以用另外一个 Can I 也行啊 Can I have a try May I have a try 什么什么 Could I have a try 这都是可以的 那sure 然后他就会告诉你在哪儿 是 然后就可以去试了 OK 接下来呢 试完之后他可以 他可能会问你 行不行啊 可以吗 Is that okay Is that okay 就是行不行 可以吗 的意思 Is that okay 然后呢 这个有些时候可能会可以 可以就说 Yeah it's okay 如果不行 那有可能大 有可能小 对吧 所以呢你可以问他 Do you have a small one 或者Do you have a small size 或者Do you have a large size 这都可以的 那small这个单词的意思叫小 所以小码 小号叫a small size a small size 大码呢 就可以叫a large size a large size 所以你有没有小码 叫Do you have a small size 你有没有大码 Do you have a large size OK 好了 那这是问码的 当然 其实你这样说 已经非常明确的表达了 你的意思 如果你还想更详细的 去说的话 你说你有没有大码 这个对我来说太小了 It's too small for me It's too small for me 或者这个对我来说太大了 It's too large for me 或者too big for me 都是可以的 OK 好了 那试完之后合适了 最后问多少钱呢 How much is it How much is it 然后他告诉你 It's 什么什么什么 那通常他会把他们店的打折信息会同时告诉你 通常是这样的 如果他没有说的话 你想问的话 也行的 Is there any discount? Is there any discount? Discount就是折扣的意思 可以是一个名词 所以问有折扣吗 就是there be句型的一论句 Is there any discount? 就可以了 然后他说yes或者是no 如果是yes的话 他会告诉你 比如说多少折 或者是什么买二送一之类的 等等都是可以的 比如说买二送一呢 很简单叫做 Buy two Buy two Get one free Buy two Get one free 就是买两个 得到一个 Get one Free就是FREE这个词 就是免费得到一个 就是买二送一的意思 所以呢折扣非常多的类型 种类就要看他们那儿到底是怎么个折法 但是一般折扣都是统一的 很好理解的 到底是怎么个折扣的 好了 接下来是该付账的时候了 付钱的时候呢 你可以问 比如说你想用信用卡 你可以说 Can I use my credit card? Can I use my credit card? 这个单词 credit card 就是信用卡 当然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 Sure 当然有些时候呢 他会说只能用现金 但是现在这样的情况很少见 一般都是可以刷卡的 如果说他会告诉你 只能现金 那就是cash only please cash only please cash这个单词 我们刚刚说过了 它很重要的 在购物的时候 你可能会用的 但是大家再想想 在过海关的时候 这个词也是经常被提到的 cash 现金 因为在去不同国家的时候呢 对于你携带现金的数量额度 是有一定约束的 有些国家呢 是不能超过多少 比如说美国 它可能不能超过 5万美金 应该是这样的 还有一些国家呢 它是提倡你去消费的 提倡你去那买东西的 所以要告诉你不得少于多少钱 等等 而且多少现金 cash 所以他有些时候会问你 how much cash do you have 你有多少现金 所以他需要知道这个单词 需要听懂这个单词 cash 好的 那以上呢 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 感谢观看